今日多區都有人到大學附近清理路障 其中解放軍駐港部隊幾十個軍人 下午由九龍塘軍營出去聯福道 同浸會大學道清理路障 政府發言人說駐軍協助清理路障活動 迅速致發義務性質 並非特區政府請求協助 陳偉欣報道 下午4點多個解放軍在聯福道列隊 日升零下跑去浸會大學 聯福道出口附近清理路障的雜物 有人件衣背寫上特戰百年 他們用膠筒撿走磚頭搬上行人路 其間繼續有人由軍營跑出來幫忙 當中有人拿著攝影機拍攝 當中有人拿著攝影機拍攝 他們一直圓聯福道去到浸會大學道 清木板、圍蘭等的大熔路障搬上行人路 有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說清爐障是為了制暴止亂 有解放軍駐港部隊人員說清爐障是為了制暴止亂 香港安全穩定 你們發揮最能量 都是自發的 香港市民的掌聲就是最好的形象 還有什麼問題不好的形象 不要問了 希望你們放下你們的手動作 跟老百姓一起去幹勞力鼓勞 有小朋友和市民幫忙 同一時間一批消防員都在現場掃走玻璃碎 害痛犯九龍塘消防局的主要通道 解放軍都有跑來幫忙 防暴警員就在一邊戒備 夾斗車夾走路障 大約半小時之後 他們列隊 加油加油 政府說駐軍幫忙清理路障 純屬自發義務性質 並不是特區政府請求協助 解放軍駐港部隊新聞發言人就說 是加入市民配合清理路障 去年超強台風山觸襲港之後 駐港解放軍去到交易公園清理塔樹 政府當時亦都說沒有要求協助 是中聯辦和中資機構牽頭的義工活動 武帝足駐軍法 根據駐軍法第九條 香港駐軍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第十四條就說特區政府在必要的時候 可以向中央人民政府 整求香港駐軍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任務完成之後馬上返回駐地 有線理事記者 陳偉恩報導 新秘書掌握 郵線新聞 階段 묘企 至今 郭 雅 銀 雅 雅